Saginu Saginu 你們家小孩 你的小兒子 最近有事情讓你心煩 其實他一直都很讓我心煩 因為他是 他從大班其實就已經很多的問題 他是會那種旗鼓號召同學 然後就是不要聽老師的話 厲害喔 但是學運的領袖就是了 他會起兵謀反 可怕 可是他起兵謀反 然後我又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要叫大家不要聽老師的話 他就說沒有啊 因為我們連續下雨一個月 我們都沒有出去外面玩 那我們好不容易出去外面玩了 那老師只讓我們玩 一節課就叫我們回去 那我們是不是要玩兩節課 是不是最好 多曬一點太陽是不是對我們身體很好 我說 沒有道理耶 我說但你下次不要慫恿大家 那你自己就好了 你不要就是鼓吹大家 然後他就說 好... 那現在到了一年級了 那是不是就沒有像大班這麼悠閒 你就吃點心睡覺那種 沒有了 他現在開始要寫功課了 開始要寫自己的名字 然後他也是成了他們創校以來 第一年級第一個站在教務處發展的小孩子 然後他哥哥走過去 弟弟你為什麼被發展 沒有啊老實說我不乖啊 我說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 哥哥這樣講 對然後他弟弟就 我就是不太理會他 再大的事情也不會壞到哪裡去 我就頂多站一節課 殊不知他那天站了半天 太厲害 他只要回去 對啊 應該那個錯就是 應該是由我來擔的啦 因為他那時候在上那個 國文課就在教 然後再來就是數學課 然後這個部分我可能就是 在他暑假的時候 我已經先幫他教會 自己人總是 Mexiada 他都已經會了 然後可是老師在教那種是 他變他沒有興趣 他覺得他都會了 對他已經會了 老師在那邊講 他就是在那邊開始就是 喱喱癢啊 咕咕咕啪鼻子 然後 你為什麼不寫 他說我在家已經寫了一百多遍了 我還要再寫那麼多遍嗎 然後於是他就會開始就會 就是坐不住 他就看著外面的當秋仙 沒人當 好像這個當秋仙太可憐了 他就叫我哥去當那個當秋仙 然後老師說 這上課上課一半怎麼秋仙在動 自己的學生在那邊玩 然後於是把他就是勸回來 就是做好 你就做好 我知道你會 那你做好 可是這裡做太久 他是受不了 他說老師 我有沒有其他地方 可以需要我幫忙 他說那你幫我去 教務處罰站 好啊 這一幫半天 你幫我去教務處罰站 他會去站半天 我想說這孩子怎麼回事 那我想說你那都會 要不我們就學個才藝好了 那現在的那個才藝班 不像我們以前就是 方學之後我們要個別去送到 對 音樂教室怎麼樣 沒有 現在我們那個 山區的那個小學 就是比較偏向的那個小學 他的那個服務倒是蠻好的 就是他會聘請那個專業的老師來教 然後 對 然後就是直接就是在學校的 圓車圓場地 就是這樣學就對了 所以你們就不用有接送的 那你是給他學什麼 我就給他學了一個跆旋道 哇 他熱的 爸爸我終於可以打同學了 他說我終於可以打同學了 這不是 不是的 這是用來防身的 他說好 那我先防身 好啦 那他就是上課第一天 然後一回來他臉臭得跟怎麼樣 好臭 我說 孩子你怎麼了 結果邰哥就過來 他打老師 哇塞 因為你忘記跟他說 不能打學生之外 他不能打老師 他就以為可以打老師 對 然後他就出手打老師 我說怎麼會打老師 你怎麼會打老師這件事情 這太誇張了 這爸爸也就到高中 我才敢做這種事情 你怎麼在Gay 一年級就辦到了呢 他說沒有啊 老師叫我出正拳啊 出正拳 老師沒閃 就那個高度你知道嗎 就 對 就打到那個屁股前面嘛 是喔 對 來 小朋友出拳 然後他想說 可能小朋友 就是沒什麼力道你知道嗎 可是我那個小兒 很認真 他正常人家出拳就是圓地這樣 這樣有沒有 他就是非要打到那個圓 他就啊 就追過去 他就啊 打老師 然後 然後當下就有很多的同學 就看到就是嚇老師啊 啊 他又被趕出去了 哇塞 這是 他完全沒有辦法步入學堂 然後要不然就是 他只要一學習就是 永遠都是特別做 就是老師就是特別鋼管 就是在旁邊這樣 你就在這邊站著寫 然後我說 怎麼會老師叫你站著寫 這件事情 他說老師說我站著寫字比較漂亮 我說 然後於是我問老師說 老師為什麼讓我的 就是 孩子要站著寫 他說他站著寫真的比較漂亮 我說 對啦 可是這站久了 不太好吧 可是你的孩子只要一坐下來 他就莫名其妙 旁邊的同學就會鬧他 他只要站著 老師可以看到他 看到他就 老師就放心 可以把這一堂給教完